大家好,我是冬少 今天帶大家出來看看蘇格蘭的景色 今天天氣 都陰陰的,時情時陰,有少許雨 今天算好天氣 英國來說,三分之二的天氣都是陰天 有出太陽,有少許太陽 今天算好天,今天算光 再暗一點也有 今個星期好像是今天出過太陽 首先,我想講講 其實我有個Patreon 就是SONIQF 六個英文字 SONIQF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因為小弟自從上禮拜 開工之後 是零收入 如果大家可以慷慨解囊 不要講到這麼難聽 其實我Youtube是免費給大家看的 不過Patreon 現在暫時都沒有什麼新的 都是放一些舊貨 舊貨 之後我可能會 放上Patreon 放些什麼上去呢 譬如那個禮拜 我會放些預告 這個禮拜之後會拍什麼 可能會放上錄音的形式 告訴大家 大家有個知道 當然 你們可以在我Youtube 可以看到我的Patreon 連結 有個連結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也可以的 不過大家 大家隨便 我來到這裡 其實都很接近蘇格蘭高地 但還未到高地 真的是蘇格蘭牆 我看看 大家看得清楚 這個蘇格蘭牆 其實我要走下去一點 因為這條路 蘇格蘭牆 清清大草原 我給大家看一看 你看到 對面有個山頭 這邊又有些草 其實這邊的草 草原不是農場 不會有人種東西 沒有農夫 這裡其實是橄欖球場 英式橄欖球 我都沒打過 沒看過 我沒有興趣 看這些 但是 因為不是每天打 所以很多時候都雕空了 為什麼我喜歡過來這裡 就是這樣 因為這裡的景色 我覺得很漂亮 那 這裡 現在是四月 四月 但是我想說 四月沒有雪落 這裡下雪的時候 我一定會過來這裡 散心 看看風景 也挺漂亮的 白白的 白茫茫一片 有些小鳥叫 那裡拍是早上 去年一月 應該是這裡 差不多 我相信 好像是這裡 這個位 這個位 應該差不多 這個位 拍過去 挺漂亮的 但是現在呢 雪櫃過了 因為蘇格蘭雪櫃 就一至三月 那你現在 四月 就不會下雪 如果要看雪 就明年請早 所以現在呢 就只能夠看看草 就 下年有機會 就給大家看看雪 那 那 這裡呢 就 平時如果天氣好呢 就會有些街坊過來放狗 那 那今天 現在這個時間沒有 剛才我都看到街坊的 那 現在陰了 那天 對面山頭 看不見呢 很多一間間 打橫 打直 那些 什麼來的呢 我就懷疑那裡是木牆 木牆 木牆 一格格 那樣的 為什麼呢 我去年 夏天的時候 春天 春夏之勢 已經看到山頭 很多 是 黑色白色的 一隻隻的東西 走來走去 很多隻 即是說 已經佈滿了 是這麼多格的 那 我是 有合理的理由 相信 那些是牛 因為羊 就不會黑色的 所以 所以 為什麼我會覺得是木牆 那整個山頭都是 我想說 不僅是一格 全部都是 那挺有趣的 其實 那個景象 對一個香港人來說 是挺新奇的 未來過這個蘇格蘭牆 的 魚牛 哈哈 所以就是 這樣 想讓大家看看這個景色 夏天有這些景色 冬天又來看雪 而且這附近有個農場 即是在那邊 即是在我們的 右手邊 右手邊 走過一點點 就有個農場 那這個農場 我就不會特意走進去 因為那裡都很大 而且也挺來臨的 這些地方 那 為什麼會特意說是農場 還有木牆呢 因為是 非常之感覺到 就是譬如 在這個 春夏之間 播種的季節 那 你一打開你家的門 你就會聞到 很大股的肥料味 撲鼻而來 那就是 這是什麼 大家都應該明白 就是牛 它有排斥的 是不是 那你農場 又有肥料 那你兩樣味 供過來 左右 左右 一起來 那你一打開門 就是 撲面而來 那股香味 不過呢 這些 這些叫什麼 這是樂趣來的 你在鄉間 才會感覺到這些東西 在香港怎麼會有這些東西 香港一早都不無龍 那些人 對不對 所以 就 不同的景色 那你在香港 亦都不會見到 那些山頭 戒到這樣 是養牛的 匪夷所思 這個獅子山 是彩石牆 是已經黃禁禁 已經是 完全不漂亮 那 當然 這裡沒有獅子山 那個山頂 那麼宏偉 那這裡 只不過是鄉下 但是也有它的 叫什麼 有它的味道 有它的鄉下的味道 那麼就 我呢 之後呢 就想出來 多些拍片 因為 你知道之前 有觀眾 問我 跟我說 留言說 他說 都笑了 你是不是回到香港 他說見我不拍片 他說 我還沒回到香港 那 就 不是啦 那 我就 所以 首先 特地就是拍一些 在蘇格蘭當地的片 給大家看看 第一 第二 就是 就是 我之前 前年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過 我就不想到處去拍片 因為我擔心 共產黨會追蹤跟蹤我 然後 對我人身安全 會有威脅 那 就 如果你 前兩天有看我的片 也有說 就是說 我 來了這裡 都年多了 差不多兩年了 那 平時出入家 或者是 去不同的地方 都不覺得有人跟蹤我 就是 那 當然 如果真的有間諜 跟蹤我 我就不知道 但是 我也說過 在我之上 有太多人 出頭 比我更加 出位 變成 我 不會找到我 所以我 現在是 比較 有勇氣 可以拍下 外面的片 給大家看看 那 因為 第二方面 就是 我也非常認同 就是說 如果你天天坐在家裡拍 是沒有人看你的 我看到自己以前的片 那麼少人看 都知道 所以 你也是要出來 這樣 周圍走走 拍片 那 希望 大家 覺得好的 多分享 還有 有觀眾 昨天 留言問我 他說 我為什麼不去英國其他地方 我覺得他問得很好 其實我真的想去英國其他地方 不過 當我 有這個 拍片的念頭 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回 好像 沒什麼人拍這個蘇格蘭牆 這個蘇格蘭的 鄉郊地方 蘇格蘭的鄉郊景色 蘇格蘭的鄉下的一些生活 因為我想說 我在這裡 就是一個 另類 一個異類 因為我附近住的所有街坊 全部都不是黑頭髮 或者是黑眼睛 全部都是當地蘇格蘭人 甚至他們的口音 我是聽不明白的 所以 我一走出街 就會被人看著那些朋友 很多人都會看 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這個人 然後 已經很出位了 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好像阻礙人 這樣 再加上我現在 如果我拿著 營業 走出街 很大搖大擺 在那裡拍 就更加惹人注目 我也是盡量 保持低調 用低調的方式 去拍片 希望 不要太多人注視 也可以讓大家看到 蘇格蘭的當地面貌 當然 第三件事 我很想說 就是 我很想讓大家知道 就是 外國的月亮 不是特別遠 蘇格蘭 尤其是蘇格蘭 你來到英國 蘇格蘭 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自生自滅 另一個感受 就是 其實 如果你不是去一些 英國的大城市 例如倫敦 這些 你會發現 其實英國 很多地方 那些地方 那些東西 都是爛的 那些路也是爛的 那些地方也是爛的 譬如 可能很骯髒 各樣東西 但我不是在投訴 我真的不是在投訴 因為其實我挺享受 我挺喜歡在英國 現在的生活 想拍多些片 就告訴大家 破除一下大家 對英國的某些幻想 就是說 有些頻道 就是 說到英國有多好 給一面你看 譬如他們是一些中產的人士 或者是 拿著一堆錢過來 就想著等退休 或者炒樓 過到來 那就拍一些好東西 你看 接著就 他達到他們的目的 但是我想說 我呢 我這個頻道呢 就是一個窮人頻道 我就和大家一樣 我小時候住公屋 我住劏房 那我過到來 那怎樣生活 那我用回我以前的方式 不要說方式 以前的習慣 少許的習慣 帶到過來 就嘗試融入當地的生活 這樣呢 可以拍給大家看 我就想這樣 在地的 不是離地的 在地的 在地的蘇格蘭 或者英國的一些景況 那好吧 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明天再說 拜拜